大家好 歡迎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呢 想跟大家說台媒經傳新北市地區被導彈擊中 哇 中國是不是已經響起了修復台灣第一炮呢 在看之前希望大家多謝那句 喜歡不喜歡也好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按全部的話 Youtube開心起來就會派影片給你 而大家也要記住 論盡香港現在被Youtube行流當中 看這條影片或看到的話 希望大家都幫幫忙下面踴躍留言之餘 也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看看你有沒有被Youtube不小心退訂 是不是小心 我不知道 但是記住 幫幫忙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可以知道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發生了什麼事呢 新北市是不是真的有導彈擊中了呢 話說台灣有傳媒說解放軍有導彈打台灣 也都是說在電視台當中 在星期三的早上七點鐘的節目當中 就在這些節目當中下面有一些走馬燈資訊快訊 那他分別出現了什麼字眼呢 就是什麼新北市遭到共軍的導彈擊中 台北的什麼軍艦被人爆炸 設施盡毀 戰爭爆發開始 也都是說什麼火車站被人爆裂等之類的事情 從頭到尾都在說什麼 總之是說彈仗 哇 這麼恐怖 什麼一回事來的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經打到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訊息呢 其實最後的話 今天電視台就說這些要澄清 這些資訊就由頭到尾就是因為要預防 或者要預錄一些什麼防災演習啊 或者是說等之類的事情 所以就說弄了一些這樣的節目出來 弄了一些這樣的字眼出來 跟大家的聲音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大家又要再想一想 為什麼無緣無故一個台灣電視台 會做這樣的字眼出來呢 做這些字眼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大家就要想一想 一個電視台 他說要預錄 還要說明是說 有國家在中國打到來了 什麼什麼共軍打到過來 那基本上是魚左中國會打到來的 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 到現在這一刻的話 我們國家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是真的會武統台灣散呢 未知之數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件事情叫做輿論 無論是說你真的覺得一個叫社會言論也好 或者是一個叫做娛樂式的輿論也好 娛樂式的討論也好 都是輿論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劇本要這樣做嘛 什麼劇本來的 大家看看 現在俄烏衝突 烏克蘭之前做了什麼 大家就知道了 首先第一階段的話 就不斷要放風 就說 哎呀 哪裡哪裡打到來了 他會打的了 中國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在烏克蘭來說 就說 你看看俄羅斯已經駐兵在哪裡哪裡 哎呀 打到來了 打到來了 總之 不管對方是誰都好 總之說明 是說對方一定會打的了 他準備好了 什麼東風導彈 什麼迫擊炮 炭車 隨時說什麼槍 用什麼子彈 都說出來 為什麼就是要不斷放風 說中國會打到過來 之後第二步是什麼 就是受影響的地方 就不斷向外支援 救命啊 有人打我們 我要哪裡哪裡支援 這裡這裡支援 之後就是說 政棍就會走出來 比如說蔡英文突然走出來 就說蔡英文貴球什麼什麼 然後蘇貞昌又說 如果中國打到過來 我會拿挖頭掃揚他走等等 等之類 然後有一堆開啟飛又走出來 又說要怎麼打的話 就打吧 我們不怕他的 之後又有些無聊人士 台灣的節目就會開始說 中國打到過來的話 就會這樣打的 如果這樣打的話 我們應該會點點點點點點 類似這樣的事情 第三 除了說要貴球 哎呀好慘啊 我們好慘啊 同一時間還要不斷挑釁我們國家 就像烏克蘭為例 不斷 扎蓮斯基 不斷挑釁俄羅斯 一樣的 而美國的時候 就會以一個世界大佬 走出來 哎呀帥哥不用擔心 我現在幫你 我美國幫你 我保證 我們會給你一些好東西 當然不知道給你什麼 如果看劇本的話 烏克蘭最後是 究竟得到美國什麼呢 是未知的 只不過就是叫其他國家 周邊地方 要周圍支援 沒錯 美國也是說 找其他國家 或者叫第一島鏈國 防住我們中國的島鏈國 譬如日本 韓國 菲律賓等之類 走出來 就說要支援 哪裏哪裏哪裏 而第四步是什麼呢 第四步就是 有其他不同的國家 走出來 某國政棍 或者其他國家的媒體等之類 走出來就說 指責中國 你真是壞了 你真是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做 毫無人性 吻滅人性 這是亞洲最黑暗的一天 又說什麼 你看中國 其實他平時做的事情多壞 你看他現在搞到哪裏地方 民不聊生等之類 其實他們說出來都忘記了 其實我們中國 已經全面小康了 算了 不要理了 外國媒體的話 要不要黑我們中國的話 無限的說法 最後就是務求要擦槍走火 這些事情 現在台灣都已經在做 也包括已經在打嘴炮 說我們要反攻福建 反攻廈門 我們要攻佔古浪墜等之類 金門那支炮要拆乾淨 要重新再打過等之類 臨臨種種說了一堆東西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 阿嘉惠你又怎知道 你有份嗎 這麼熟 不是我說的 我看現在歐洲地區發生了什麼事 是劇本來的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大家放牆雙眼看 不過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說說 以上那麼多事情 是很大機會一定會出現的 也會繼續不斷做 但是角色已經不同了 歐洲怎樣打在歐洲的時候 怎樣有什麼衝突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這次最重要是什麼 角色 歐洲那邊說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這次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一個國家裡面有什麼事件 等於說現在我們國家當中有香港和上海和北京之類 一模一樣 國家有什麼政策 就問什麼政策 關人家什麼事 沒錯 其實從頭到尾都不關人家的 你說短時間會不會打呢 我覺得未必 為什麼呢 第一 大家看看今天正式開始了博奧亞洲論壇 大家想一想 這個論壇有沒有人杯葛 沒有 之前杯葛在北京東澳就有 為什麼沒有人杯葛這件事 沒有人杯葛這個論壇 因為其實這個論壇 由頭到尾就是和中國做生意 和中國溝通的一個渠道 試問有誰不想做生意 現在在疫情之下 有生意當然是反應 現在是說全球其中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告訴大家大家一帶一路做生意 做大的餅 你做不做生意 和你有仇也好 先看看先 所以大家想想 短期內 除非你不想做生意 如果不是的話 先看看 現在打仗 不要說那麼多 看看 在他論壇 看看有沒有油水混合 第二件事 國家近來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跟所羅門群島 簽訂了一個安全協議 那這個安全協議 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這個安全協議 只不過是國家一帶一路的角色 就嘗試跟太平洋的國家一起談談 我們到時就一起做生意 也要拓展和平和和諧共處 但是 這個所羅門群島 那個地段 是的 地段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 所羅門群島正正是美國防禦亞洲島鏈的其中一個重要地方 這個地方 由以前二戰去攻打來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重點 戰略土地 如果美國失去了 或者用不了所羅門群島 基本上已經嚴重失調了 它整條島鏈其中一點破功 你想想多大件事 打不打得來 你打算真的美國軍艦一來一炒 炒到台灣什麼 當然不行 中途要補級 補級在哪個地方 所羅門群島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現在所羅門群島正正已經和中國談好了 我們簽了一個合作協議 不是家衛我自己亂吹 現在其實澳洲也好 紐西蘭也鎮過貓王 美國更害怕 美國、歐洲、澳洲、烏克蘭 很多地方都在看這件事 大家都說了一句說話 這句不是我說的 我複述說 烏克蘭、紐西蘭、澳洲不同的地方 說一句說話 就是這個局勢改變了 怎麼改變呢 就是現在其實大家都看到 東升西降 我們國家不斷慢慢慢慢向上 從俄烏衝突當中 我們也看到歐洲就不斷不斷萎縮 不是啊 現在是說仍然看到船肩炮利 怎麼縮啊 俄羅斯又縮 大家知不知道 歐盟協助這次烏克蘭的時候 用了多少錢 接這麼一兆 歐羅 你想一下 打仗就是要燒錢 記住 不是做生意 做生意是賺錢 現在打仗是燒錢 真是賺的是誰 是美國 你說 現在整件事當中 究竟 是不是真的可以 完完全全 好像美國余耳樹盆 打得這麼響呢 台灣這個戰爭 是不是這麼容易開打呢 我覺得未必 家偉想得出的話 台灣佬應該這樣說 不要說老字 台灣省的台語 沒理由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仍然要這樣做呢 大家記住 不是台灣省的市民這樣做 是台灣的政黨要這樣做 為什麼台灣政黨和媒體要這樣做 大家記住 所有的事情也是說利益兩個字 政黨很多時候說背後有很多媒體協助 你說現在有什麼事情他們兩個要合作 就是因為今年2022年11月26日 就是台灣的直核市長和原市長的選舉 記住 台灣市市長選舉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台灣來說 對於台灣的政黨也非常重要 因為當中有一個位置叫台北市市長 台北市市長就正正是說會牽涉到 接下來哪一個會做台灣總統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詞份 大家看回之前的話 比如說馬英九等之類的話 每個人都做過台灣市市長 之後的話 就很容易會做下一任的總統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話 其實台北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很多人就說就算住台南台中等不同地方 都會上去台北這個經濟重點的地方去打工 所以很多時候台北基本上已經可以代表整個台灣省 所以大家會看到 比如說什麼奧運等之類 都是說中華台北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個個無論是政黨也好媒體也好 什麼都個個重視 當然 最後那個媒體出現了這些字眼之後 其實這些完全是流四是假的 當然他們是說對不起 但是為什麼媒體仍然要令到這麼多市民要害怕呢 就是因為 如果人害怕起來 就會開始有恐慌 恐慌的話就會跌下去 民進黨蔡英文當年的陷阱當中 什麼叫當年呢 2020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當時是蔡英文對韓國瑜 蔡英文其實由頭到尾都被人說 哎呀什麼毫無見樹 韓國瑜都在挾持著 當時自己做了市長之後 應該是扶搖直上可以做到總統的 但是因為2019年的時候 從香港發生了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暴動 之後 整個局面扭轉 蔡英文就是正在打頂香港牌 說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就不斷恐嚇著台灣市民 就說你看看香港沒有了 台灣之後就會變成像台灣香港一樣 我們要在政治上幫香港 但是最後現在這一刻你看看台灣幫香港什麼 不知道 只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民進黨因為用了香港牌之後 蔡英文贏了總統 這次他就中回同一樣東西 要別人恐慌 就說中國打到來了 第二就說什麼今天烏克蘭明日台灣等之類的東西 就打選戰 人越怕民進黨就越有機會贏 當然啦 當中其實牽涉很多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你說家偉啊 為什麼有什麼棄選保選等之類呢 有機會就跟大家說 因為一說就挺長篇的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 根本就是政黨和媒體一起做 令市民要害怕 有人可能就會問 家偉啊 從政者不是應該要令市民安心 人民先行嗎 為什麼要搞人民但搞市民呢 你猜每個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是 沒錯 台灣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中一部分 但是他們的總統是這樣 你猜人人都好像我們國家那樣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嗎 最後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希望大家踴躍下面留言 還有因為被YouTube限流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家偉我們所說的都是完全沒有底線 基本上都應該打正台灣 美國他們自己的底線 他們很大機會都會限流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機會或者有幸看到這條片 幫幫忙把這條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也都是 看到的話 喜不喜歡的話 幫忙按個讚 訂閱我們輪廠香港 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打開全部的話 他開心起來 就是YouTube開心起來 就有機會派片給你了 希望這麼多位都記住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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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